大家好,我是Ben 这次要来尝试一个有趣的数学集合 叫做Oloid 中文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定义的名字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再麻烦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 那我透过Google翻译叫做 软状体或是软泡体 它是由1929年一位德国的雕塑家 发明家和数学家 Paul Schatz所发现的 这样的形状被使用在水处理系统 或是航海中的螺旋桨 或是生物科技中的搅拌器 软状体的表面是一种可展的曲面 那什么是可展曲面呢? 这意味着就是每一个表面 每一张曲面都可以被展平成一个平面 也就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张纸的裁切 就可以把这个Oloid制作出来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在网路上可以找到这个Oloid的裁切图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列印出来试试看 软状体的特色就是虽然形状并不是圆的 但是它却是可以滚动 当它滚动的同时 表面的每一个点都会接触到地面 轨迹也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几何图案 那我们经过了这些了解之后呢 就来看看在Ryno里面要怎么制作吧 进入到Ryno之后呢 我们先到上试图 我们先画一个圆 然后进入0 先找 一个中心出来之后呢 我做一个半径50的圆 然后再到这边 Ctrl C,Ctrl V一个 那我们到右侧试图来 把它旋转90度 然后再到上试图我们画一条线 进入0 Enter 拉到中间一点位置 然后这边呢 从上试图的地方 做修剪把这个多出来的圆剪掉 然后从这个正面的地方呢 也把另外一个圆剪掉 然后再把这条线删除 让它变成是 半圆这样子 然后我把这个圆呢 最外边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呢 移动过来到这边 也就是另外一个点的中心位置 我把中心打开 吸入到端点之后呢 靠过来 找到中心放开 那这个就是 Aloid 它的数学几何的定义 就是这个边边的 最外围一定要在这个另外一个圆的中心上 当然在制作上我们可以有一些 不同的变化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距离的设定 那这时候我要用一个 指令叫做直线 起点与曲线的正切 然后点它之后呢 我先靠到这个我先把中心点关掉 先靠到这个圆的这个这个边边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切线的形状 白色切线 我只要左键点一下 到正式图 你就可以看到我可以画一条从圆上面画一条相切正切的线 那我靠到这个另外一个圆的端点 左键点一下 那我再选这一条线 修剪 把这个剪掉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 一条线 那这条这个圆就可以把它删除 选起来 Join组合起来 然后Ctrl C Ctrl V再贴上 那我们到右侧试图呢 再把这条线从中心做旋转 从这个中心 所以我吸附到这个中心 这个端点 旋转90度 然后呢我再做一个进射 我直接键入0 把原本这条删除 那把这条线呢 把这个端点移动过来到这边 放着 到这个地方 接着我把这两条线呢 先Ctrl C Ctrl V贴上 复制一组出来 然后到这边 一个距离先给它放着 我等一下做一些对比 给大家看 那接着我要使用一个指令 在曲面指令底下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找 它在这边 这个指令叫做从两条曲线 建立可展开的方样 跟我们的方样不一样 我们的方样呢 一般而言 我们在曲面的指令底下 也可以找到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一个呢 我们简称叫做 DevLoft D E F L O F T 没有办法在功能列上找到 这样 所以我点选它之后 我点选两条 我要做方样的线端 一 二 它就可以长出来 甚至也不需要按到右键 这样 另外一个我再做一般的Loft 给大家看 右键 OK 我们从 右侧视图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evLoft 它做出来它的边界线 是平的 那 Loft 一般的Loft 做出来这个方样 它是一个曲面在这边 那这一个 等于是说这个 就平时是一个副曲面 它就不是一个 可以被展开的曲面 那这一个呢 这个DevLoft 做出来的呢 它就是可以 被我们绘制在 一般的纸张上一个平面 它也可以被展开 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 不一样的放样的差异的地方 一个是DevLoft 一个是Loft 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两个 放样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先把这个关掉 那我先把这个删除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再来这个步骤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只要一直做 镜射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是X轴 我可以点选X轴 我选它 我到正视图 再用镜射 我直接键入0 往 X轴方向拉 这样的镜射也可以 那基本上 我们这个Aroid的 几盒我们就 绘制完成了 虽然我们这样就绘制完成了 不过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都还是 锐角 那我会在这边手动做一些R角 把它收尾 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来制作 我先把 线段先隐藏起来 那我会先把一半 先删除 因为有 顺序性的问题 因为我要先倒一边 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有大概 两个 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也要倒 所以有一个 顺序性 那我先到 上视图 我在中心先绘制一条线段 我先按0 Enter 把它移动到5件中心 这边移动 1.5 1.5 然后我再做 近色 一边1.5 一边1.5 所以加起来是3 所以这R角 大概是在3 这样子 我用这两条线 把这个 Oroid的这一段 切除 然后我再使用 这个 混接曲面 Blend Surface 这一个 这边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它这个混接曲面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使用G2 Capture这个指令 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个因为不是很复杂 曲面我们不需要去定义 截面 然后基本上这样按OK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样R角就倒出来了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一个呢 从 右侧视图呢 做一个 镜射 进入0 从这个地方 镜射过来 那因为 这个地方倒了 这个地方还没倒 所以我们到 正式图的地方 一样先绘制一条线段 进入0 Enter 然后往这边移 1.5 然后再做 镜射 1.5 用这两条线 把 这边剪掉 这边要剪干净 这边要剪干净 再把这两条线段删除 我先做一个join 组合起来 然后再到透视图 我一样做 blend service 然后这时候我先记得选 连续边缘 点两下 右键 再点两下 右键 再右键一次 那这 毕竟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 对 没有什么扭曲问题 那也是在capture的状态下 按OK 那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 倒R角 也就做完了 它就有一个 剑销的倒R角 这样子 基本上这样子的几何 困难度不高 但是它蛮有趣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练习看看 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有问题的话请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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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